当然榜单当中还有几个关键性的热点 还需要我们做出一些深入的解读 比如说大家看到榜单当中的第四条 就是美国再发中国军力报告 这当中又有一些老调陈词 比如说再次提到所谓的中国军事不透明 包括炒作中国军事威胁等等 所以这个话题也特别想听听几位嘉宾 你们的看法 哪位嘉宾愿意就这个话题进行深入的评论 这样吧 杜文龙老师您先谈谈您的这个看法 这篇报告好像没什么新意 基本上是往年那个报告的复制和克隆 但是你发现这个报告里有两个钉字户 第一叫中国军事威胁大 第二叫中国军费不透明 或者叫军事不透明 总的感觉从这两个钉字户引出了两个目的 第一这个报告 它不是正中八经的一个客观的评估报告 它是一个要钱的账单 你比如说中国威胁大了 大了以后用什么去应对威胁 有可能要增加军费 要增加在这个地区的军事作战能力 我想为增加军费 然后加大份额提供的一个口实或者是基础 第二它是一个扩军的计划 那么既然不透明 那么有可能孕育着更大的风险 这个风险在很多方面无法评估 按照目前这种所谓的模糊概念 有可能更多的军队 更多的飞机 更多的其他的高薪装备 要在亚太地区重新展开和部署 所以从目前这个报告来看 主要是为亚太军事再平衡 要钱 要人 要装备 那么如果这个目标达成 对于中国的围堵 对于亚太地区 美国绝对军事优势的重新建立 肯定会有帮助 好 那杨雪老师 刚才您也举牌 你怎么办 这个报告本身是一个年度性的 我把它叫命题作文 从这个2000年开始 这个根据美国当时国会的一个提案 每年得弄一个报告 除了第二年没弄起来 2001年没弄起来 那么到现在 这个应该是第16份报告 一贯的命题作文 16年16本议题命之 就叫《中国威胁论》 这是永恒的主题 但是每年有一点新东西 比如说去年 去年的这个军力报告 就是把我们的七大军区 从北到南数一遍 然后每个集团军 从最北边16集团军一个个数 甚至这个军区的空军 也给你这个 哪个是机动师 哪个是这个攻击的 哪个是轰炸的 也给你数一遍 这个也算是规定动作 然后就渲染怎么怎么厉害 但是今年呢 我们都知道 就中国搞了这个军改 军改说句实话 我们军改是正在进行时 很多我们自己的军事专家 依然在思考在探索 美国人倒是先知先知 给我们戴了很多的大帽子 这个是今年这个报告 比较奇葩的地方 就是说呢 以这个想定的 就是中国威胁 那么利用军改 像一个中国 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事件 又进行进一步的渲染 另外把我们的 这个军事现代化呢 明明一些种 正常的军事现代化 也给你贴上标签 比如说反介入 你本来正常的军事 他说反介入 那么这里就出个问题 你要是不想介入 你干嘛要说解放军 再进行反介入呢 就像说 你们家安防到门了 我要不奠定 你家那门的话 我干嘛说 你为什么要搞防到门呢 所以这个报告本身呢 应该叫奇闻共赏系 好的 那感谢两位嘉宾 对这个问题的 深入的解读 另外 其实呢 我觉得房秉老师 虽然没有举牌 但这个话 现在举来得及 真的 可能很多网友 也不妨想听听您的 对这个问题的 进一步的看法 中国军令报告的一个事 大家每年都听 每年都看 每年看有没有心意 其实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讲 现在我们要抱着一种 非常平和的心态 去看哪个事情 我经常讲 这个事儿 大家不要总反感它 为什么 我们要从 我们现在这个社会 太缺正能量了 我们如果从正能量的角度 给大家解读一下 大家一定要知道 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讲 是一种荣誉 代引号的荣誉 这是一种待遇 这是我们目前 我们一个国家 独享的最惠国待遇 因为美国国防部 现在每年 只给一个国家 单独出一本 国别军力的报告 就这个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 of the Republic 就我们中国这个军力报告 每年只有我们 享受这个待遇 我们也是在美国国防部 历史上 享受过这一待遇的 第二个国家 冷战时期 每年给人家出一本 那个是什么样的关系 冷战结束之后 停了十年 2001年 2001年开始 每年开始给我们出 大家想想看 这个报告 出来的背景是什么 刚才杜老师也说了 要人 要钱 要物 我要找国会 去这个要银子 同时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 如果没这么一个报告 没有这个报告 每年朝你一下 你让人家后边的文章 怎么去做呀 所以我们一定要 平和的心态 来看待这个问题 好 非常感谢 刚才几位嘉宾的 对这个问题的看法